这次在日本剧主人员预计在北海道拍摄将近四十天的偶像剧 现在也获得了北海道厅的高度重视 北海道厅的知识特别出席了开拍记者会 我国主代表也来共襄胜举 期待台日合作偶像剧能够在亚洲引领新轮的戏剧场 二 一 北海道知识高桥春美驻日代表冯继台 以及黑剑制作总经理廖福顺 与主要演员一起庆祝强挡偶像剧开拍 这是台湾日本合作偶像剧最高层级的合作 我全部看过台湾的戏剧 然后同样的戏剧场 台湾的各位都聪明了 浪漫的群影早点 以及像她的群影一样 洁白的大地 没想到像你这样的 有一个深情的意义 帅哥美女现场对戏 所有台日贵宾看得如痴如醉 因为好戏获得多方期待 不只北海道厅知识清零现场 日本电视公司 以及日本最大制作公司XONE的高层全员到齐 就是代表冯继台 更期望这出偶像剧 能够在亚洲带起台湾风潮 太太看了个韩剧 还把我拉到韩国去了 所以我这样第一次 我们台湾人到日本来拍这种 白色之念的这种秀 是一个发扬台湾的 台湾风 台风的一个很好的机会 有别于以往的开进仪式 有浪漫 有笑料 还有台湾日本双方对跨国制作偶像剧 征服亚洲细腻的期待 上次中天新闻 问这件黄宽伟在北海道的采访报道